教练回到台湾来关注行政院长苏贞昌 周六晚间在凯道造势 帮自家候选人站台助教 重炮批评蒋万安的父亲蒋孝岩 是做两岸买办 质疑如果儿子当市长 生意会不会越做越大 蒋万安回击苏贞昌的女儿 标案也是越接越广 双方成枪舌战 而在前一天的市长证件发表会上 蒋万安留下五分多钟的发言时间 没讲完就结束发言 也让对手大酸特酸 北投士林科技园区 将连成一个勇于创新 充满活力的科技囊带 抛政策牛肉全力拉票 周六北市政见发表会上 在万安侃侃而谈 当选后的首都愿景 但结尾阶段似乎来得太快 一起共享台北的美好与荣耀 谢谢大家 说完谢谢大家 但时间还有五分二十八秒 政见发表半小时 发言时间没用完 自己也有些尴尬 空气仿佛凝结三秒钟 画面才Cue回主持人身上 这政见留白五分钟 可让绿白对手抓准机会 大酸特酸 不够长度 那也总是有一些话 可以跟市民来讲 所以差到五分钟 我是蛮讶异的 我们都讲不完 所以我看到好像 他是因为造稿子念吧 念完之后没有东西 他就没有讲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可惜 就连幕僚也加入战局 批评他证件空洞 幕僚准备的资料念完了 他也没有应变的能力 其实就是把该说的 说清楚 该表达的意见 说明白 我想这个才是 证件发表会的重点 低调不随之起舞 但前一晚苏回替陈时中站台 这番话都是让蒋万安 不甘悔击 随着选战逼近最后一礼路 从证件发表到家事背景 都能成为攻防早点 这顺序杨运达的报道